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正要去公司的路上 然後今天是我跟同事有約 今天中午我們要一起去野餐 去Piknik 其實日本他們在春天就是花開 櫻花開的時候他們還滿常去 比如說像是公園或者是一些地方 然後可能約約好朋友 或者跟家人一起去野餐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 我準備了這個 這個是裡面有裝了一些 我今天要帶來跟他們一起野餐的東西 因為我想說機會難得嘛 所以我就在家裡面 自己做了一點那種小三明治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早上是怎麼樣準備囉 GO 走 好 我現在來準備做 就是要跟同事一起吃的那個 三明治跟一個簡單的料理 然後這一次主要是受那個 台灣的樂天的邀請來體驗一下這個 野餐的野餐組合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這種 用來裝吃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種便當盒 或者是像這種裝便當用的容器 還有我們要帶飲料的話 那種保溫瓶有沒有 然後日本野餐絕對不能少的就是這個 野餐店 對 沒有錯 就是這些 像這種盒子我覺得平常擺在家裡 也還滿好看的 因為它顏色那種五顏六色的感覺 感覺很繽紛的樣子 然後如果你平常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做成像這樣子的收納 這樣子你這樣疊成一排擺在旁邊 其實也還滿賞心悅目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做便當 給日本同事吃吧 然後其實前一天我有準備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這種 簡單的這種燙花椰菜 然後裡面有裝這種小番茄做裝飾 還有像是這種 直接這樣切好的這種哈密瓜 日本的哈密瓜 還有這個便當盒 我裡面有裝了一些 一樣是花椰菜 花椰菜加番茄 然後另外還有買這個現成栗子燒 這樣大家一起吃應該會滿有意思的 這些是昨天晚上 能先做的我就先做了 然後今天早上我要準備來做這個 拿這個吐司來做三明治 好 那就來做三明治吧 我們這次要做的三明治其實超簡單 就是準備吐司跟這個火腿 火腿還有這個是起司片 然後另外準備一顆萵具 這大概只能會用到兩三片葉子吧 還有這一個 美乃滋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做吧 先把萵具的芯取出來 看這個量可能準備兩片葉子就可以 它這葉子還滿大片的 要把萵具擦乾 我們就把麵包拿出來 其實麵包呢 買一般的麵包就可以 可是因為我昨天買不到 所以只能買中 人家已經切好了 先塗上一層薄薄的美乃滋 然後是火腿 火腿 然後把這面蓋上去 這面也塗一層美乃滋 嗚 太多了 這面塗一層美乃滋 然後再放一層起司 放一層上去 然後小心的把它從這邊切開 中間切開 简易的三明治完成 再把它放到我們這個盒子裡面 哎唷 剛剛好耶 好 我們繼續再做一個 然後中間可以用這個稍微把它割一下 第一個完成了 感覺好像很健康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做下一個吧 這一次我們加點菜在裡面 完成了 對 這個就是我今天做的三明治 然後我們等一下到現場呢 再準備一些其他的東西就可以來吃了 好 這些就是我全部準備好的 要帶去的那個野餐的食物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準備裝起來吧 我買這個就是超級有野餐Fu的一個籃子 對 我們把它們裝進去吧 火腿也不要浪費了 火腿也都帶去好了 好 就帶這些過去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公司附近的公園樂業 跟同事在一起 那妳…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這邊找一個位置呢 然後就要來準備野餐囉 這是什麼嗎 手要綺麗地儲勤 厲害 好 我們也不能輸給他們 然後我們就來把我的這個 給他們看看吧 我今天準備的便當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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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野餐的料理啦 超豐盛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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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啤酒 來 太子 吃了 很優秀 有了嗎 吃了 出來 好吃 看來 很長的 每個人的方法很不錯 我 好吃 好 不不吃 好吃 好吃 味道如何 好吃 好吃 好 我們現在在櫻花樹下面 邊野餐邊看櫻花 不過很可惜的是櫻花 就現在已經掉得差不多了 我們看看地上的櫻花瓣之類的 不過這樣子能夠大家一起出來 在外面野餐真的是一個還滿不錯的體驗喔 好吃 нет 柔軟的是 要 三明治也好吃嗎 當然 好 換我自己來試吃一下我自己做的三明治 好吃嗎 三明治已經吃完了 但是非常好吃 尤其是阿倫做的三明治 開始收拾 全部都收完了 楽しかったけどちょっと遠い イェーイ イェーイ 好吃 阿倫さんの手作り料理 食べられて幸福です 超可靠 でもなんかこうなってる わーい 結局楽しい 好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我跟同事中午午休出來野餐的一個簡單的小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就能利用午餐的時間到公司附近的公園 像這樣坐下來 好好的吃頓飯 然後一起看看 在戶外吃飯的感覺真的還滿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覺得天氣好的時候呢 也可以不妨去那種家裡附近的公園 跟你的朋友 或是跟你的家人一起去野餐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今天這種 就是實際的分享一下 我今天在日本的一些生活等等 有興趣的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這邊呢 是我的Facebook的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那麼大家再見囉 等你喔 拜拜 等你喔 等…等你喔 等你喔 等…等你喔 等你喔 拜拜